下面讲向大家介绍 炒冰制作的方法 解机器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首先 首先讲介绍 炒冰的 炒冰制作使用的原料 第一一次性杯子 纯净水 果汁 椰果 葡萄干 下面讲向大家介绍 机器的十个主要的按钮 首先 是电源开关 接下来是电源的指示灯 再接下来是冲霜开关 最后是冲霜开关的指示灯 原料的配置 在纯净水当中加入一点加入两指三勺原果汁 一勺左右的椰果 一点葡萄干 将配好的原料倒入锅中 开始炒冰 机器 机器在工作的时候是自动结冰 大家只需要不断的翻炒 机冰过程当中会有冰散不下来的现象 这个时候就需要使用冲刷按钮三至五秒钟 即可将冰散下来 接着继续炒冰 直到水结成冰 即可沉起来 已有独折 出门 鼻 the 鱼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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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